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端午年假终于结束了 又要回归平凡的人生 让我们来看看最近有啥趣事吧 首先是最近未来的档案 在陆服开始了第一波三档测试 结果也惨遭各种延上 真的也算是不意外的不意外了 在当初陆版有消息要上架的时候 就已经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了 毕竟众所周知啊 海外游戏如果要上陆服 都必须经历一波和谐外加在地化的魔感 而游戏内又涉及了 师生恋、宗教、罗莉、裸露等元素 虽然这些远不如那些小说、隐私作品 或者现实生活来的魔幻 但却是必须重重和谐的东西 不然肯定会遭受铁圈指法 于是游戏内像是把 学生会改成了理事会 学生会长变成了理事会长 学生变成了员工 把游戏内原本的校园感去除来规避 不过说实在 其实还是挺掩耳盗铃的 真当别人不知道这款游戏的核心是什么吗 看来是继DNF之后将成为第二款宝宝档案 而这也反倒让一堆玩家跑去国际服或者日服 体会一下积极向上的剧情跟内容 我都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了 另外就是这次被很多人诟病的配音问题 除了不少找找路跟海外服的玩家都有在反应以外 外加明显有些语句 是没有做好在地化的翻译就直接使用的 导致听上去就会显得很尴尬 也有不少人认为是配音导演的锅 没有做好把关 让配音员能更符合角色 但好在游戏开始就只设定日配 并没有强行按着头听宗沛 以至于没有像1999那样被过度反应 那这边也放一小段给各位听 虽然不少角色的声音识别度真的不太高 而且很明显都是用同一种腔调以外 其实我觉得是没啥问题 还蛮像早期动画或者卡通的那种感觉 或者说是本来就不要抱太高期待就好 毕竟不喜欢可以切换嘛 而且日配一直以来都是配音界的天花板 人家声优可不是白叫的 怪物随便抓都一大把 要追上或者超越也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且比起很多外语片我都是平淡的看完 日配真的不少的作品 那个配音跟BGM下去都能让人看到落泪 然后这其实也不光是游戏啦 过去很多动画作品的中配也常常尬都不行 不过在我还小没有这么多选择的时候 当时倒是看的蛮开心的 然后这款游戏真的是挺好的 充满不少美好的笑声跟 然后讲讲原神吧 那并不是要讲完不到的封单 而是骇客事件 就是前任人被一位骇客入侵 开始在推特跟论坛大量曝光各种支援情报 像是美术完成稿跟废案等 并在作案后留下一封信 原文大意是 在靠背现在一对内鬼 靠分享自己也不知道正确或者错误的讯息 来赚取流量跟关注 于是他不想忍了 也不想学他们搞那些挤牙膏的情报 直接一波大的 让内鬼无处可走 退无可退 顺便靠背一下米亥 你赚这么多钱 治安却做这么差 然后建议他们未来可以出个像是崩坏山的美术设定集来贩售 除了赚点钱以外 也可以顺便打压那些分享情报的内鬼 那虽然目前大部分的上传资料已经被删除了 但还是有不少漏网之余 当然因为我平常不太关注那些无法闻到的内容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再自己去找吧 只能说这也是在高热度下 势必会造成的 意想不到的收获 虽然也不是只有这间公司这样 很多大公司的治安也是烂得一批 但米哈游确实该加强一下内部的管控 跟治安管理了 之前都已经发生过 开除内鬼员工后 被各种泄密报复了 结果才没多久 又被玩这一手 真的是不长记性了 然后最近不知道是什么良辰节日 还是因为暑假快到了 一堆游戏都在这个时间点公测跟内测 开箱第一款 宿命回响 6月28号正式公测 那这款美术真的是帮游戏拉了不少分啊 怕是笔下的角色塑造是真的猛 不过不确定之前那些奇怪的问题 有没有改善就是了 日版的官方也算挺重视这款游戏的 YouTube上还特地放了动画全集让各位重温 不过没有中文翻译就是了 那如果没有看过动画的话 也可以不用去看了 反正不重要 野队之后体验会比较好 感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上去走一圈 再来就是之前评测过的《橙白镜域》 最近官方还算蛮活跃的 目前公布预约突破了200万了 虽然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水分就是了 但看最近的宣传 还是用旧版的3D模型 真的希望你到时候别把优化忘了 以及那款被玩家戏称贫穷厂的《环兴旅设》 也准备开车了 这款真的是挺适合每次拿出来烧一下脑啊 官方态度不错 而且养成轻度化 是比较重视玩法的游戏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话 可以考虑去观看看 或者未来等出国际版 再来就是 《乌西要钱又要命》的《画饼江湖》 号称要让MLO再次伟大的《逆水寒》手游版 在这个月30号正式公测 到时候我可能会上去走一圈 但我真的对网易实在没什么好感 虽然比起腾讯来说 他们是更像一间游戏公司 但他们营育那些破烂鸟事也不少 尤其他们又是我讨厌的那种 老派主管精神喊话的营育模式 这种不是对自己非常有自信 就是根本的不自信 才会一直用宣传来骗观众 顺便把自己也骗了 我到这等着看他们之后被喷了 然后他们旗下的另一款冷饭 《望穿风华路》 最近也在台服准备内册了 由台湾的艾肯娱乐代理 那他们跟王毅合作也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也不算太意外 而且承袭了一些大厂游戏的传统 会愿意开个内册试水温 反观那些幻皮啊 唉我是真的都懶得讲了 只是这款在陆服已经快凉去了 过得比花衣山还惨啊 不过官方还在努力的生存中 手游版也准备封册了 如果到时候有幸抽到预约资格的话 就会各位来品一品 必定P5 可是被称作天下第一的RPG啊 就让我们看看这款强大IP 是否能在手机上在线荣光 或者又只是一款正本授权的受害者 然后越南的小腾讯 微记游戏 也准备代理国际版的克金蛋头觉醒 最近也准备开始内测了 那这款其实就是那款经典的街机 越南大战的IP改编 但也不知道是小编还是官方问题 先别管当年的翻译是否到位 如果要割情怀 好歹也把名称打对吧 而毕竟这款游戏是腾讯自演的 所以也不要对游戏抱有太多期待 主打一个花钱买社交信 目前以这款游戏的内容来讲 推国际版就真的只是想捞一波啊 然后看能不能让越南玩家买单支持了 日韩的话 哈利波特魔法觉醒 在6月27号准备推出了 我影片上架的时候可能也上了 台湾玩家应该已经被吸的差不多了 总算换了给别人一点超能力的震撼了 再来就是龙卜拼图 跟SpyFamily 间谍++9联动了 虽然时间没有配合上去昌版 可以打一波组合拳 不过这次的营收肯定又会爆表了 不得不说龙拼真的是可怕 只要有热门动漫持续给他充电回血 继续再战下个10年都不是问题啊 那最后就是一个二次元版本的魂系游戏 绝晓 在最近释出了10GPP 开发商为中国一间新公司 知名旅途旗下的第九世界工作室 然后虽然查成分没有直接关系 但有业界相关人员表示 他跟玄宗记为同一个老板 啊这个... 听上去就觉得不太妙啊 游戏看得出来高度借鉴了魂系游戏 然后是采用二次元的画风 目前完成度也不算太高 影片流出来大概是用来拉投资的 上架的话应该也是明年或后年了 游戏暂定支持手机跟PC平台 所以我讲一下 现在越接近暑假 其实奇怪怪游戏就越多啊 也真的没法对每款答辩都去评测啊 尽量针对一些广告打的比较夸张的 建议各位都要先看一下代理商资讯后 再去选择 尤其遇到那种预约送空器啊 每游戏画面 一人代言这几点 大部分只要看到 都是可以直接毫无悬念的筛选掉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今天 Gog 订阅 来 支非 噠 �